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美国的科幻电影《奇异博士》 故事要从帅气多金的天才外科医生 男主身上说起 虽然性格归毛又自负 但靠着一双灵巧的双手 男主在事业上还是春风得意的 和一场车祸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男主的双手在车祸中受到重创 很难复原了 作为外科医生就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还好男主得知一个神秘组织 光头大师能治疗他的手部神经 于是善尽家财 历经千辛万苦的找到了大师 没想到大师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治疗方法 只是跟男主大谈玄学的力量 但男主好崩溃 年轻人看来你对力量还是一无所知啊 于是大师一巴掌把男主的灵魂打出了题外 让他领略了宇宙的奥秘 原来我们身处的宇宙 只是无限宇宙中的其中一个 换句话说就是 宇宙有无限多个 所以世界也有无限多个 每个世界都大不相同 人可以通过灵魂的力量 可以跟不同的世界借用能量 这也就是所谓的魔法 有了魔法 别说修复双手 就是变成大师 我也有可能哦 男主一听有理 于是开始勤加练习魔法 在光头大师的调教下 男主很快就学有所成 但是作为天才主角 好奇心和探索欲是必须的 所以男主很快就不满足于目前所学的 开始看起了禁书 还顺便发现了 主之力绝对不能被人拿走 除非你是主角的秘宝 时间控制器 配合禁书中的内容 男主很快掌握了 利用时间控制器 控制时间的方法 也还原了书中 被人刻意撕毁的两页 得知了原来无限宇宙中 还有一个黑暗次元 在黑暗次元里 又有一种能让人永生不死的力量 主之里的人告诉男主 黑暗次元其实一直想入侵地球 为了保护地球 主之在全世界设施了三个结界 从而形成保护罩 保护地球的和平 书上遗失的那两页 是主之的叛徒 仇脸男偷走的 内容就是 召唤黑暗次元的咒语 花音刚落 结界一的守护者 就从传授门逃进了主之 也带来了一大波袭击 原来仇脸男 待人正在破坏结界 男主被炸进了结界二 莫名其妙地 开始了一场结界保卫战 在打斗中 男主获得了结界保物 神奇斗篷一个 开启了飞行技能 也暂时抓住了仇脸男 仇脸男告诉他 自己之所以背叛组织 是因为发现 光头法师在偷偷借用 黑暗次元的力量 而他之所以要召唤黑暗次元 是想让地球获得永生不死的力量 所以说 仇脸男才是正义一方咯 但他洗脑还没完 他的手下就想先偷袭了男主 虽然男主最终捡回一命 但也对光头大师产生了怀疑 直到光头大师与仇脸男对决 战败而死 他才知道 原来光头大师的确学习了黑暗魔法 但无限宇宙里并不存在永生不死之术 光头大师告诉他 自己其实早通过魔法 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但男主未来他却看不到 说明男主未来有无限可能 此时头脸男也顺利的破坏了三个结界 将黑暗次元交换到了地球 觉醒主角光环的男主 男强匹马的伸入了次元的核心 并利用时间转换器 将黑暗次元锁进了一个无限循环的时间当中 逼得黑暗次元 只得带着信徒们撤离了地球 经此一役 男主终于明白了主角的责任 坐上了光头大师的位置 守护起地球的和平 全片结束 不得不说卷服对奇异博士的演绎还是不错的 至少看起来就像个侦探了 影片的特效做的也挺不错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以上就是这期老炮电影带给您的内容 老炮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